嗨 大家好 我是VW 今天要來跟大家說的主題是 我49天裡面的重考生活作息 GO GO 好 那在這個影片開始前 我還是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這個作息呢 不是一般的重考班 是黑馬鷹 是硬件的那種黑馬鷹 因為我重考第一年學測的時候 我就是 選擇一個很不赦我自己的補習班 然後我自己認為同學素質 然後或是說主任的素質 就是非常的堪憂 導致我那一年的學測就整個大爆炸 然後心態整個崩掉 因為一直被針對什麼的 所以我後來是選擇以自習為主的黑馬鷹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請了家教這樣子 那同樣是老話一句 就是這個方式不一定是適合所有人 這個方式可能是比較適合 自治力比較強的一些小朋友 那如果自己不是這種自主能力很強的學生的話 那我可能就不會推薦去那種自習班 因為這樣可能你就會一直混一直混一直混下去 所以基本上還是要根據自己的特性啊 然後還有讀書的方式去做調整 嗯 我們接下來就開始吧 好首先就是作息本人 這邊大家看到的是我那時候在黑馬鷹的作息 你可以看到他基本上是用午休跟晚休 把時間就是整個切成三段這樣子 然後呢早自習的話是40分鐘 然後第一堂課跟第二堂課基本上都是90分鐘 中間有休息20分鐘 然後午休跟晚休的話也都是90分鐘 那晚上的話就是最後一堂課結束 還會有一個自由的自習時間 看你要不要留這樣子 那我前面已經說過 就我本身是一個很需要睡眠的人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在這邊 我基本上只有這五堂課是會到的 因為我都要睡到就是早上 有一點多 就是晚上11點算到早上9點 所以我倒極息跟第一堂課都一定是請假 那我選擇得生者後來我很喜歡的一個點 就是說他們那邊的老師就是 很知道每個學生的不同的特性 所以他們不會強制的規定說 你一定要到或是說怎麼樣 那就算你沒有到 你請假你也不會一直被針對 所以我後來選擇的這個黑馬鷹 我個人是認為非常適合我自己的 因為我可以去安排我自己要的時間 那不太會讓自己讀到就是晚上晚休的時間 因為我讀到晚休可能讀到10點半之類的話 我可能就比較難11點上床睡覺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讀到大概9點40的時候就走 然後差不多10點多到家 然後洗一洗弄一弄 然後11點準時睡覺這樣 那我剛剛講的90分鐘嘛 就是要嘛是排兩個進度 不然就是排一個題目 那兩個進度的話就是可能是一個文科 然後一個理科這樣子 那如果是題目的話 我可能就是排差不多40到60分鐘寫題目 然後甚至有時候寫得快 如果兩個都是理科的話 我可能90分鐘內我可以寫兩課 然後而且可以定證完兩課 然後檢討完題目 然後把筆記都整理好這樣 那如果是那種文科 我可能會寫比較久的話 那可能就是花60分鐘左右在寫題目 然後30分鐘再定證考卷啊跟整理 然後把筆記跟錯的題目 所有東西都整理好 等於說是把這份題目就是解決掉這樣子 然後剩下20分鐘 我可能就會選擇拿去放鬆休息 當然不是每一堂課都這樣 就是可能偶爾天山裡面可能會有一堂課 然後最後面的20分鐘我可能是拿去休息 然後跟玩遊戲什麼的 接下來會以五個點來做說明 就是我自己覺得我作息裡面比較特別的東西 好 首先第一個點就是找自習翹掉 那我剛剛已經講了嘛 原因就是因為我必須要睡飽 所以我基本上都一定是翹著找自習 跟第一堂課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就是身體狀態不好 我就沒辦法讀書 所以我一定要睡飽 而且是睡好睡滿10個小時 我黑馬營的那些老師跟主任也可以理解 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所以基本上不會發生那種 就是比如說你請假 然後又被靠北或針對的狀況發生 第二個點是禮拜日 我不去黑馬營讀書 那我之前那時候 好像黑馬營它的作息 本來就是一到六有課表 然後禮拜日好像就是彈性 你可以去你也可以不去 那我自己本身是完全不會去黑馬營的 因為我覺得一個禮拜內 就是至少有一天讓自己休息 可是這個休息不是說你完全不讀書 就是會排一些進度 但是我選擇的地點可能不是在黑馬營 我可能會去咖啡廳啊 或是說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不要讓自己待在同一個地方太久 會真的覺得很煩 或是說禮拜日這一天 我可能甚至會就是跟爸媽出去玩 然後去戶外走走逛逛什麼的 那我為什麼可以這樣 原因是因為我進度基本上都是排好排滿的 我不會因為就是這個休息 然後影響到我自己的進度條 就是我安排的讀書計畫是適當的 而且是可以符合我的能力範圍內的 那如果你本身是一個人需要花比較多時間讀書的人 那我可能會建議你就是要嘛提早開始 或是說你可能甚至是需要犧牲掉一些休息時間這樣 而且對我來說 這個禮拜日有點像是一個緩衝期 就是你可能辛苦一整禮拜 然後有一天是可以好好稍微放鬆 然後可能在一個比較秋一點的環境 就是去讀書啊 讓自己就是可以稍微就是放鬆一點 不管基本上如果你一條橡皮筋拉很緊 然後一直一直拉很緊的話 那你到最後一定會崩掉嘛 因為就是壓力真的太大 反正重點就是我不會因為這個禮拜日的放鬆 而感到壓力 就是會覺得說我讀書進度沒有讀完啊什麼 不會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在幹嘛 我也知道我就算這樣做的話 我也還是可以在進度條上面 那第三個點的話就是回家不讀書 這個很重要 就是對我自己來講啦 就因為我之前就是讀書習慣 就比如說如果我回家還硬要 就是說什麼 喔好啦再多讀個十分鐘 或說多檢討一個題目 或說兩題目或幾個單子 我那一整個禮拜 我都不會想要去碰這一刻 因為我會覺得很煩 就是單純單單只因為 可能多讀十分鐘或二十分鐘 在我不該讀書的時間內 我去做這件事情 我可能就會讓自己的心情比較複雜 那我知道我自己有這個狀況的話 我就盡量避免這個狀況出現 因為我知道如果 我因為多讀了那十分鐘 雖然說你可能好像這樣 硬把你的進度撐完 可是可能就會導致說 我這整個禮拜 都不想要去碰這個東西的進度 然後讓我的進度反而是落後的 那如果你知道 你自己有這個問題存在的話 那就不要去硬讀 你需要做的只是就是 在隔天的時候 趕快去調整你自己的進度 去把你還沒有完成進度 去想辦法空出一個時間 讓它去完成 這樣就OK了 第四個點的話是 家教時間 呃如果我單純去黑馬衣的話 那我另外的家教時間的話 基本上都是7點的時候 開始請假 直接請到結束 這些時間我就是回家上課 差不多大概是7點 然後上課可能9點 或者說可能甚至是7點到10點 或11點 那我自己物理化學數學 這三個禮課的話 是大概兩個禮拜上一次 因為就是要我自己題目寫完 然後有問題 然後再去給老師上課 除非是我那一章節的觀念是特別弱的 我才會請老師在特別安排一集堂課 然後幫我抓出來特別去講 不然其實之前的東西 我基本上筆記上面都已經整理過嘛 所以我需要做的其實就是 複習 然後把我以前的回憶 抓出來 然後或是說再把公式備手什麼的 那像我自己比較弱的課目就是英文 那英文的話我可能就是每個禮拜都會上課 然後呢上的時間也一樣 有時候可能是禮拜日上午 或者說禮拜日下午 也可以說是禮拜六的晚上 或者說平日的晚上這樣 那第五個點的話就是休息啦 休息真的很重要喔 我剛剛說的嘛 我第一種的休息時間是 比如說我進度完成之後 90分鐘裡面最後20分鐘 我可能會讓自己好好休息 然後因為他們中間都有休息20分鐘 所以等於說是我的休息時間 可能會到40分鐘 30分鐘之類的 但是我希望各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你的休息時間是長是短 你都必須要在你的進度是 許可的範圍內去做休息 它是一個讓你好休息的時間 不是就是讓你可能去逃避說 欸你可以不需要去完成 這段進度的一個藉口 我之前那時候很好笑 因為那時候我坐後 我後面的學弟他都一直說 前面那學弟是超怪的 然後他中模什麼都寫到好幾高分 然後可是我看他上課的時候 我都在看小說啊 然後玩遊戲啊 然後呢 滑手機什麼什麼的 但其實我跟你說 真的沒有 就是我真的可能滑手機 或看小時候的時間 就是在那一段時間裡面 而且我也不是每天的每堂課的90分鐘 最後面的20分鐘都拿來玩或休息 基本上可能一天 只會出現大概一次這樣 頂多兩次 那我自己個人的休息方式是 看小說 然後跟打手遊 然後我之前那時候好像很有名的 一個手遊是什麼 跑跑嗎 我之前我那時候就是跑到 還蠻強的 但是這個遊戲 它是一舉可能大概兩三分鐘而已 就是很短 不像是一些比如說吃雞什麼 你可能需要打到10分鐘 或是15分鐘或是以上 那這種很長時間的休息的話 我可能就比較沒什麼建議 但如果你真的覺得 這是一個你很好的抒發方式 那我也覺得OK 可是就是說 你可能就不能像我這樣 一場三分鐘可以打很多場 你可能就是可能一次休息裡面 你可能就只能打一場 然後第二種休息方式的話 就是我可能在午餐跟晚餐的時候 可能會跟同學出去晃晃 出去買啊 出去吃啊 或是有時候可能精神狀況比較好的時候 我可能就不會選擇午休 我可能就會跟我幾個比較好的朋友 就是一起去比較遠的地方吃飯 然後可能再慢慢換回來 這樣子 然後在這邊 我就是要必須特別感謝四位 就是那時候陪我一起在黑馬營的同學 第一位是嚴俊 然後第二位是林子雲 第三位是詹曉俊 然後第四位是薇如 就是這四位對我來說是蠻重要的 就因為我們那時候可能都會一起去 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然後放鬆心情 但其實講難聽一點就是翹課不要去幹嘛啦 但是就是我記得我那時候 趕不在一起的時候就真的蠻開心的 就是因為讀書壓力大都很大嘛 然後 這幾位同學就有時候可能會做一些 很好笑的事情 然後讓就是整個讀書的氣氛 就是沒那麼壓力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在考前兩禮拜 做過最瘋狂的事情 是翹課去看電影 因為那時候可能就是壓力很大 而且到最後幾天的時候 可能就是大家讀的精度也都差不多 所以我們有一次就是翹課去看電影 那我覺得其中最值得經驗的事情 就是那時候我們在說就是要寫那個請假單 因為基本上重考班 或是這種黑馬英 都是你要寫請假單的 然後各位可以看一下他們寫了什麼 我真的覺得超荒唐的 是是什麼 請假原因寫曬太陽 然後這個是什麼 戰術性撤退 就是非常感謝這幾位同學讓我重考生活 充滿了歡樂 總而言之就是如果你有找到跟你志同道合 可以一起開心也可以一起努力的好朋友 當然是很好的 那如果沒有找到的話也不用回心 就是重考這件事情 反正就是你自己的路 你必須要自己一個人把它走完 無論你身邊有沒有人 因為畢竟這是你自己的決定嘛 第三種的休息方式呢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德聖者他們會有一個特別的 好像是終極會還是什麼東西 反正他們就會在一間小教室裡面 然後可能會有人就是朗讀聖經啊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披薩 或者說什麼東西 點心你可以去吃 然後大家一開始進去其實都只是為了那個點心 到後面我自己進去的時候 我是覺得 嗯就是我們去禱告其實 它不是單純只是一個關於你自己的宗教信仰 就是它是一個讓你可以安定心神的作用 就是無論你是不是天主教徒 或是說基督教徒我都覺得一樣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那時候是 佛教徒吧 算還是道教徒 反正就是比較傳統的那種台灣信仰 可是我進去的時候那時候 一些人一起讀聖經啊 然後我們可能一起禱告 然後呢可能一起吃個東西 休息 就是可能半小時一個小時 這樣我也覺得很舒服 就是可以讓我就是有一個安定心神的作用 我不是太誇張的去宣傳說什麼 宗教有多厲害什麼的 是就是我覺得如果你可以找到一個 就是讓你自己安心的一個方式的話 不管方式是如何都是好的 就是我不要去做出那種什麼傷害別人的事情 或者說太極端的事情 我都覺得很OK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 你找尋的休息方法 必須要讓你可以好好的抒發壓力 而且還可以好好的安定心神 而不是選擇這個休息方式反而會讓你拉不回來 或者說甚至你可能會更浮躁 這些都是不好的休息方法 所以如果你真想在這些時間裡面 就是好好反揮你自己的狀態的話 我的建議都是就是 一定要找到一個適合自己 而且是正確的休息方式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集會講說 就是我自己在這些時間裡面 我的進度到底是怎麼排的 那今天就先這樣啦 掰掰